阿尼電視偉托拉西文調公司 針對全國1,500名的移民進行的調查顯示 六成四的受訪者表示在加拿大很難找到工作 俗銳、人脈和資歷認證都是他們面臨的主要挑戰 來自香港的Kobe曾經是一名專業的攝影師 移民之後他仍希望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但是找工作的過程並不順利 我曾經試過有兩次想找攝影師的工作 有一次是做攝影助理 這裡附近有一間婚紗的公司想找攝影助理 我就發了我的履歷表出去 是沒有回覆的 然後再試了走過街 想著就這樣walk in 見到請人 有一間影證件相的 就走進去 剛好有大部電腦更新 就show我的照片出來 他看完我的照片就說你的照片比我更漂亮 然後就說你回去等通知吧 結果都是沒有回音的 幸好之後社交圈漸漸開闊 認識了更多朋友 通過朋友介紹開始了自由攝影師的工作 他說一開始他缺少了一塊烤門磚 而語言亦是其中一大障礙 來到這裡我要積極去裝備自己的英文 因為就算我英文在寫文章來講幾好也好 一些生活用語 例如你壓頭貼壓頭怎麼說 鼻尖對鼻尖怎麼說 這些其實你生活用語一定要自己去學會 那就是說你如果只是在學校學到很難的 你一定要都是那個social network 你要認識這裡 可能以英文為母語的朋友才行的 根據Luxley的調查顯示 在評估就業前景的時候 六成四的受訪者說 在加拿大很難找工作 五成六的受訪者就說 在加拿大的工作 場所進升或者成長都很困難 移民已經有十幾年的Annie 現在是一名軟件工程師 雖然工作穩定 但是他說要想進升 就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要跟領導說 我要深知有深知激化 就是你跟他的溝通 這第一步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挑戰性的 然後同時Leadership上 就是說你整個這個公司上層 全部都是某種 比如說全部都是在這邊的本地人 或者是說印度人 那可能會有一個文化上的障礙 你想要融入他們 因為你升職你是需要有溝通 就是說他們要看到你 他們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他們認可你 然後你才能更有機會向上升職 那這個為了讓他們看到這個溝通 你就是需要突破一些文化上的障礙 但他說 反而這些障礙更加激勵他突破自己 就可能一開始別人對你 不那麼一開始認可你 然後我就會反而激起我的一個 想證明自己想要去更加努力學習的一個欲望 他反而是一種反向激勵 激勵了我想讓我繼續堅持下去 數據顯示移民在職場進升困難 超過三成的人認為是偏見和歧視 缺乏專業的網絡或者聯繫 以及缺乏對外國之力的認證 都是最主要的障礙 另外亦有十分之二的人說 口音或者語言熟練的程度 亦都阻礙他們取得成功 專門服務新移民的機構 慕斯益對數據表示認同 I honestly I am not surprised this is a very aligned to what we hear from our clients every day in particular when looking for jobs that are commensurate to one's experience and skills and training I think in Canada we were very fortunate and we are very fortunate that we are able to select who immigrates to the country but unfortunately as a society we haven't figured out how to fully utilize that the expertise and the training that that 他亦都建議僱主在招聘的時候開闊眼界 發現移民中的優秀人才 to know where to look for immigrant talent how to screen so that immigrant talent actually gets the chance to interview and how to give a chance to immigrants because that's at the end what we all need we need someone to give us a chance to prove ourselves on job 移民實現加拿大夢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 移民機構呼籲有更多僱主能夠為新移民提供機會取得雙贏 以為我們可以享受到總統和cend 學協odle全力能優移民提供充合主能即日